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对筋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我们每天都在自律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之间拉锯挣扎,没办法,自律就是个反人性的命题。 我们对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,以及如何能更轻松地做到呢?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分享的内容。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些紧绷又有趣的策略,帮助你接近自己的目标,让自律变成一种享受的事。 准备好为自己骄傲吧,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,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,记得点赞订阅。 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,现在我们开始深入探讨吧。 我们为什么要挑战自己呢?自律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说到底,它与我们信守对自己的承诺有关。 如果你做到了,就会感觉到自信,并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,会感到自己很特别,从此热爱生活。 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些自律的举动呢?我们为什么要每周更新视频,为什么要按时参加会议? 因为这样做会自我感觉良好,没人逼我们这么做,就因为这件事本身会让你为自己感到骄傲,觉得自己有完成艰难的事情的能力。 为什么说自律是必须的?听起来好像是坏人得到的惩罚。 当然不是,自律是自我控制,自始至终坚持可能是很困难的,但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给自己的小小挑战。 这么想,你就可以为自己鼓劲,让你感到自己掌握了控制权,会让你认识到你的能力远不止于此。 可能在现阶段你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,但是自律会让你感觉好些,并朝着那个方向努力,又或者你已经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,那自律一定让你受益良多。 你认为自己是高度自律的那种人吗?就算是,那肯定也不是天生的。 自律和责任心都是后天习得的东西,是需要练习和锻炼的。 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,能有效帮助你形成自律的策略。 首先,有每周任务,你可以每个周日都梳理一下自己上个周完成的所有事,也可以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梳理,让朋友给自己做一下点评,看看哪里做得好,哪里仍然有改进的空间。 然后把接下来一周的任务清单都列出来,并给他们合理安排时间。 你需要每周日都做这个列表,然后这种每周的任务列表就会变成你自律的一部分,成为一种周期性的工作。 当你开始按照这个列表去做,就会越来越有动力,开始一种正向的循环。 因为你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它会让你度过美好的一周,这样就会更容易坚持下去了。 这是个习惯,也是个规则。 你可能觉得,我可不想周日干这个,但是如果它能让你的周日更有意义呢? 这项活动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,像是度假旅行之类的原因而中断。 那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几周就没那么顺了,生活会有些偏离了日常轨道。 偶尔这种体验无伤大雅,及时回归正轨就好。 我们建议你在培养这个习惯的时候,可以和朋友一起,这样你们就可以互相监督,互相鼓励,共同进步。 你也可以点击影片资讯栏里的链接,加入我们的对经济读读会。 这里有很多跟你志同道合的,积极面对生活的小伙伴,可以和你搭伴走这段自我提升心灵成长的道路。 我们还会每周为你讲解两本涵盖各个领域的书籍。 现在还是一次加入终身免费的阶段,还等什么?快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。 习惯二,伏地挺身挑战。 每年年初你可以定下一个锻炼身体的目标,伏地挺身作为一个不需要器械,空间限制也很小的活动,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 如果你从来没做过伏地挺身,那也可以从定一个小目标开始。 开始每天只做25到50个,然后慢慢递增,坚持一年,那也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 你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,为什么要做这些呢?我没能每天坚持又怎么样?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,可能锻炼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。 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规范的练习,而且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那种力量哦。 这就是为什么健身也是会上瘾的。 当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做伏地挺身的时候,你可以骄傲地说,你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,当你实现了这个目标,那就给了自己无限的可能性。 谁知道你还能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呢?所以这种小挑战真的很有趣。 当然你也不是非要做伏地挺身,每周七天天天散步也可以的,跑步也可以。 这种坚持完全是一种自律,旁人都不会在意的。 但是你自己在意,当你完成了这件事,就会提升自我评价,开始探索人生中其他的挑战。 太简单的事情是不会让你有好的感觉的。 十年如一日的,已经可以自动化操作的工作是不会产生激情的。 只有完成那种不断攻坚克难,让你左之右处,忙碌又富有创造性的工作,才会让你产生成就感。 从而充满了活力和对自己的信心。 在这段旅程中,你未知做出的努力,学到的东西会让你受用终身。 习惯三,只有周末才看电视。 周一到周四晚上不看电视,不刷Netflix,不看电影,这些东西都不要,只是看书,学习,或者做些其他有意义的事。 这种方法会让生活变得更好。 定下了这个规矩,你晚上就不容易走神,或者总想着要歇一会儿放松一下,会自发自愿地努力把这段时间变成富有创造性的有趣时光。 周末晚上就可以看看剧,这也不是自己得到的奖励,只是每天都能做的平常事。 对于吃的东西也是一样,你随时都可以吃自己最爱的巧克力饼干,但是如果你给自己设定一个规则,规定自己不要每天晚上都吃,而是只有周五晚上才吃,那饼干就会变得更香甜。 这也是个可以建立自律的小练习,因为当你做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,像是工作日晚上不看电视时,练习这些看起来傻乎乎的事,遵守你对自己的承诺。 当你遇到了更大的事,像是恋爱,工作,做项目之类的事情时,你就会从容地说,这我都恋过。 那些经验可以应用到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上,一切尽在掌握。 习惯四,不喝酒。 劝我们我要喝酒的影片比比皆是,当我们还有重任在身的时候,最好是不要喝酒。 借酒一段时间之后,你就会发现这已经不是需要自律来制约的事,而只是一种习惯。 当然,最开始还需要做很多有意识的自律的选择。 那么,如何才能让这个自律习惯更容易坚持呢? 那就是我们需要朋友的支持,让他们知道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喝酒了,也让他们知道你是有理由的。 这样,当你聚会的时候说起你不喝酒,就会容易理解多了。 习惯五,进食。 你可以每周挑选一个时间段作为你的进食时间,比如说可以规定自己每个周一,直到下午四点都进食。 进食有两个好处,第一,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的更强大,会让你有一种力量感。 不是因为你有了间歇性进食这种可以和朋友讨论的新话题,就只是为了自己把它提上自己的每周日程。 这可以时不时地提醒你自己仍拥有坚强的抑制品质,拥有可以克服困难的能力。 有点饿了,那又怎样?你可以战胜这些,然后可以为自己赢得一个奖励。 我们可以把自律分解为挑战自我,让自己去完成一些事情,完成之后可以获得奖励。 每一件小事都可以运用这种模式,你对自己做出一个承诺,然后延迟自己的满足,以此来获得一种成就感。 别太看重别人或是羡慕或是鄙视的目光,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了,这件事给了你挑战更困难的事情的勇气,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吧。 这就是这些挑战的意义所在,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,你可以坚持每天五点起床,也可以坚持戒掉咖啡,但是有些坚持可能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,只是一种尝试而已。 我们做得到,但是没必要,你需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,搞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,你需要找到一个平衡,确定一件事,究竟是对你有害还是有所帮助,然后跟随你内心的声音来调整自己的行为。 习惯六,只在周末买好东西,犒劳自己。 当你每周日都做了周任务列表,并且按照规则安排好了你的一周,就可以在周末买点好东西,犒劳自己。 你可以对自己说,如果你这个周的所有任务都完成了,到周末就可以给自己来点小奖励。 与简单的购买不同,这个奖励是自己赚来的,是你应得的,相比于老子就是有钱要买,这样更值得自豪。 这样你可以在平日里只买日常用度,而把重要的东西都留在周末来买,这样你的工作也会更加努力,更能够保证你目标的实现。 人生就是要有点仪式感,这样每当你回忆过去,就会清晰地看到那些重要的,有纪念意义的瞬间,这些都会激励你前进。 当你想要完成宏图大业,你就需要非常自律,挑战虽然非常困难,但是总是可以完成的。 这里就有个公式了,那就是,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,你努力追寻的是什么,你可以奖励自己什么。 所以我们提倡的自律是,如果你通过自律和努力完成了什么事情,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奖励,包包,鞋子,旅行都可以。 现在在评论区排好队,跟我们分享一下,你内心最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呢? 完成了这件事,你又想给自己什么样的奖励呢? 自律和你的未来有着切实的关联,你肯定对未来有着很多的期许,但是也要给你现在已经完成的事情一些肯定,这些就是自律的平衡。 不论你是每天坚持做伏地挺身,还是不再吃什么东西,或者坚持早起,还是其他什么,都应该给自己完成的这些事一点肯定。 大家谈论习惯和效率的时候,往往就忽略了这一点。 人生苦短,不论做不做伏地挺身,有没有那些昂贵的身外之物,或者看不看电视,都必将走向终点。 所以在这个旅程中,记得对自己好一点,你不用一直自律,也不用一直沮丧。 你需要想清楚如何保持自律,之前我们已经说到,要审视你的自律是不是对你有帮助,但是你还需要想想如何才能让自律有趣起来,这样你才能保持下去。 举个例子,假如你一直坚持每天早上五点起床,一段时间后你发现你给自己设定了这个规范,并且可以坚持下去。 但是这种坚持不知道有什么意义,没有产生什么益处,反而是觉得生活很糟糕,那你就会自然想要放弃了。 或者你并不喜欢烹饪,但是却强迫自己每天必须做饭,这都会很难坚持。 所以你要想明白,你是真心想要这种自律达成的结果才行。 去健身房就是需要自律的,你要是根本都不想有这条自律规范,那你怎么能养成这样的习惯呢? 就好像做对经济域这个频道,每周我们团队的人都要一起合作,找到一个最适合观众的,让我们有创造热情的话题,然后把节目制作出来。 这些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负担,而是我们的激情所在。 所以你需要从心理上转变你对自律的观点,才能真正地实现自律。 如果你还没有自律的习惯,那可以从小处着手,每天只做一个伏地挺身,波比跳,或者每周五天,每天都写日记。 你需要为此设定一个固定的实现,规定自己要坚持多久,然后再调整自己的计划。 好了,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。 这里是对经济域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